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可以导致脊神经受到刺激 那么脊神经支配的肌肉就可以产生收缩或进来 从而引发脑膜刺激症 脑膜刺激症主要有三个 首先是颈抵抗 其次是科式症和布式症 所谓的颈抵抗指的是被动驱颈的时候 这个下科和胸骨柄不能接触 也就是说我们正常人在驱颈的时候 下科可以接触到我们的胸骨柄 但是出现颈抵抗的患者 就会出现明显的颈部僵硬强直 科式症指的是平卧位 我们被动活动肢体的时候 双下肢先是伸直 一侧的下肢出现躯宽躯膝90度 然后我们被动的去伸直它的下肢 正常人膝关节的这个角度可以大于135度 如果在被动活动下肢的情况下 出现了下肢伸直困难伸直障碍 这个角度小于135度 我们就称之为科式症的阳性 也就是脑膜刺激症的阳性 所谓的不式症还是患者平卧 然后我们被动躯颈 它会出现不自主的躯宽躯膝的动作 我们称之为不式症阳性 那么一旦出现了脑膜刺激症 提示什么临床意义呢 它主要建于一些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各种病原体 侵袭到我们的脑膜 引起来的病毒性脑膜炎 结核性脑膜炎 化膿性脑膜炎等等 或者说是猪脑膜下腔出血 还有一些颅内压明显增高 都可以导致脑膜刺激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